这么一首千秋月 送给在座所有各位喜欢的 点赞转发 谢谢 这上海树树的 这一轮明天 下风就越黑雪 生大桃花 花落长寒 雪如雪 这些竟然搞得白面树生 成绝带着 深圳树树修为的小湖仙 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 这辽斩呀 咱们早就听你了 那好 先说到这一段 客官 您可就准备听过了 小二 赞与我本就二两 且听书 月落互相继续 离别畅又伤 附约构香 包饮珠雪 信寒宫 杀鸡撑虫 之外 雄兵 世出红 出汗阵笼 掐刺汗水 困骄龙 星球 性改空 就余力 战别塞 难逃 意外 是非 称败 最无奈 一是青黄 八级火风 赵洛阳 而女称声 书上 接回 楚霸房 听好了 这华夏乱世春秋 到大军一通九州 江山半火本不休 却奈何报声不休 天下和风一分 雷鸣众生 战火深 诸佛四季 乱乾坤 说才有楚汗之分 且听上诸仙尚尾 一人三千青丝水 只剩了天气南北 藏了香 也断了爱 却没敢踏出风降伯 且看这残阳四季 像沙道士很厉害 下风六月起飞雪 说没人说是不解 身在乱世 谁笑瑶说 皆是苦痛再好 历史放了沧海 桑田 谁还记得你中间 这青石流的一笔 这丽巴山西势力 无情为了樱花 于是换了风火范脸 诸美 今儿这书 听得可不满意啊 与之后事如何 咱们 且听 下回分解